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它管辖的部位确实很多 我可以再重复一下 让大家了解 臀部这一带 它的骨旁 屁股的骨头 它是呈现V字形的 所以揉法一定是要斜斜的揉过来 那这一段管理哪里呢 大腿 还有前面的鼠膝勾 还有哪里呢 整个膝盖 膝盖 不管膝盖的周围 内侧 内侧或外侧或后面 还是屁股管 有些人膝盖不能蹲 不能弯曲 也是属臀部管的 我相信很多年纪大的人 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那它除了这里还管理哪里呢 小腿 小腿肚 侧面 两个侧面 不管内侧外侧 还是臀部管 但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小腿后面 也就是这小腿肚 这一段痛就不是臀部管 反而是上胸椎 这一点比较特殊一点 所以这在前几集我们也提到过 小腿肚晚上抽筋或痛 一定要从上胸椎 等一下我也可以教大家 怎么来处理这个小腿肚抽筋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足跟痛 这一段也就是 足底上来这一段到这一段 这一段大部分是学生打篮球 打球跳下来最容易伤的一段 这一段也是从臀部解决的 还有到哪里呢 臀部还管到哪里 管到这个脚踝 这个脚踝扭伤 一般我以前诊所常常看到 那脚踝扭伤 外面的处理 常常是在周围处理 一般都不容易处理好 所以即使处理了 它常常容易复发 打球又痛起来 如果要让这个脚踝根子 还是要从臀部 把痛点找出来揉开了 这个脚踝才会好 那脚踝扭伤 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怎么样呢 脚踝它这一牵以上 大家记得这一牵以上吗 都是属屁股管 那脚踝这一牵以下的扭伤 比如它这样一转 它是痛在这个足背上 那这里就不干屁股的关系了 也就是在这一牵以上才是属于 这一牵以下屁股就管不到了 所以在原始点已经很明确把它界定了 那如果万一它的痛点刚好就在这一牵上面呢 也有人痛这一点啊 中间这一点 或是旁边这一线任何一个点痛 一样说屁股管 但是有些人你问他 你脚踝扭伤 你痛哪一点 他也讲不清楚啊 他觉得就好像里面有一点痛 但不知道痛哪里 如果遇到这样的患者 你就不用考虑这个开关 你直接还是找最远处的开关 因为我常常比喻就是说 当地人对当地的事一定是最清楚的 那当地人既然不了解当地 那可见这个绝对不是当地人 是假冒一定是远方来的 所以就找最远的开关 所以他如果讲不清楚的 我们就找远处开关 所以等于整个屁股 从鼠膝沟大腿膝盖一路痛 痛到这里脚环都可以处理 那现在它的问题呢 它是属膝盖痛两边的膝盖痛 那我们直接就从屁股来处理 那屁股它的手法有特定 也就是你要处理这一脚 那就是揉这一边 那这一边你不能再同侧揉 因为同侧 假设我要揉这一边 我同侧揉 这里肩膀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在对侧揉 好 那我揉给大家看 我刚刚有介绍 它都在骨旁嘛 所以它是乘V字形 所以我们把它第一个点找出来之后 我们的手靠过去 那就可以开始做了 这里痛吗 好疼 很疼 对 这里是不是也疼 嗯 这里是不是也疼 是 这里疼吗 嗯 这里疼 疼啊 好 这里也疼 所以它真正的疼是这两个点特别疼 那我们只要把这两个点揉开 那它的膝盖就可以改善了 嗯 好 这一点特别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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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揉完了之后再帮它舒缓 这样可以吗 这样揉会不会很痛 好 这样揉还可以 好 好 好 我们舒缓完了我们换另外一个腿 这一边是不是也疼 是 好 这里疼吗 疼 也是疼 对 这里呢 嗯 好的 好 我发现你好像很疼 我轻一点 是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可以 那是很疼 这样很疼的 哦 那我再轻一点 它真的很疼 所以我那个力量 我左手是比较没有力的 所以刚放下去 它就感觉很疼 好 那很疼我再帮你舒缓一下 先舒缓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好 再轻轻帮你留三号 这样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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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